由于你的大力弘扬 我对净土是深信的 按你的解释 净土 世界是有形的 可以达到的 但过去说 心进则途进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净土是心的变形 而不是有个有形的世界 人只要修正到一个程度 就有净土现行 而不需要去 你这个问题必须要搞清楚 先进就献净土 先不清净就献会土 这是一定的道理 如果你说 这只是一个心理上的现象 不是事实 那我要问你 现在我们的心不清净 苏婆世界是会土 那苏婆世界到底有没有呢 不可以说 极乐世界的净土没有 苏婆世界的会土有 那这就讲不通了 也有一切有 也无一求 你如果肯定 我们苏婆世界这个现象是假的 像《金刚经》上说的 凡所有相皆是续望 那极乐净土也是凡所有相皆是续望 这才能讲得通啊 不能说我们会土有 极乐世界是个理想 你这么想法 你就错了 你也会把你这一生 涌土轮回 这个机会错过了 所以佛法要多读尽 多去研究学习 不能够错毁了意思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